作曲 獨立 作曲 亭山 紀彥 兩個人一起旺的小孩 然後這個共同的交集拿掉之後 兩個人中間就空了 如果说只是关注在小孩身上 小孩走了之后 两个人要重新点燃关系跟感情 它其实比较单纯 第一个就是两个人去关注一下 这十几年来心态有些什么转换 花一点时间去叙叙旧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 你们疏忽的沟通 疏忽的前进的位置 两个人要重新定位 我也知道一下你跟我在哪里 然后再重新开始去相处 这个定位并不难 只要你能够意识到 你能够很谦卑地想说 承认说我真的不太认识你了 我要重新开始认识你 那就有办法做这个定位 定位之后 两个人要开始建立一些共同的嗜好 或者是容许彼此有一定的空间 我觉得这是比较可以当朋友 反倒是因为小孩之后 不断争吵的夫妻 你花了那么多时间跟另外一半争吵 就是为了让小孩照你的方式去长大 小孩真的长大了 离家了 你会突然发现说 过去因为小孩而吵的那些价 把关系都破坏了 结果这位小孩呢 现在也一走了之 那这时候你面对着另一半 如何能够开始做弥补 能够开始觉得说 在过去养儿育女的阶段很烦乱 很焦虑的时候 我曾经对你态度很不好 对你诸多指责 或把自己的挫折感投到你身上 你必须要两个人去了解说 有什么怨恨 那刚刚是要定位嘛 现在是清理的动作 就是说清理看看有什么样的怨恨 然后可以告诉自己说 我现在没有那么多的压力 没有那么多的负担 因为小孩已经不需要我操心了 所以我们可不可以改变相处的习惯 多一点好口气 多一点温柔 然后慢慢地来抚平过去 养儿育女的征战上面受到的伤痕 我想让别人朋友也不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